哦 医生怎么说 肠肺炎 小雪 你进屋吧 你给我倒杯水 你这个媳妇当得真清闲啊 我儿子大局长 为你当下人使唤着 这外人听到了 说三道四的 你脸上好看吗 妈 以后这种话不要再说了 这是政治思想错误 下里的事还成政治错误了 你 你 你 这局长太太的派 还教育上婆婆了 下人就不能说 封建老思想 你可以问问你儿子 天怀一个同事就因为这个 被下属举报了 说领导骂下属是下人 思想觉悟有问题 行政职务被撤销 一句话 这么严重了 是的 妈 我市当局长啊 我市当局长啊 不也下属层工作嘛 平等对待 在家 在局里都一样 绕了一圈 你还是护着你媳妇 你护着吧 吃苦遭罪的 就你自己 傻小子 萧雪 没什么事吧 没事 我同意姜雪 去环卫局上班了 萧雪是不想被她奶奶说 在家里吃嫌饭 出去工作 缓缓心情也好 不过有一点 不能耽误了福西 你要督促他福西 我 就是 你 我 得 我 我们 … 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让我们当去双墙 小船而推开波浪 妈 我是不是很有音乐天赋 音乐家的天赋你是一点都不沾 你还是好好学习吧 又是好好学习 妈 二姐为啥要走啊 走 她去哪儿了 我也不知道 她就说让我别让你们生气 听你们的话 然后就走了 她拿东西了没有 拿了个行李箱 你怎么不早说呀 我放过去回来她就走了 妈 你等等我呀 小雪回执行点了 她回执行点干什么 她回执行点干什么 我打了好几个长度电话 才转到他们大队书记那儿 书记说 她现在跟一个叫谢思彬的男孩在谈恋爱 谁 谢思彬 是个搞音乐的 那个男的到现在也回不了城 说明她有复杂的政治背景 你说小雪怎么那么傻呀 她有政治问题啊 她有复杂的海外关系 我得去把小雪找回来 你别 你别急 小雪是成年人了 她有自己的判断力 我怕呀我们越是阻挠 越把她推向那个 那个谁 谢思彬 对对 推向谢思彬那边 我担心的是 她万一脑子一热 在那儿结了婚 咱们后悔都来不及了呀 但是 咱们也不能把她硬绑着回来吧 那你说怎么办呀 你快想想办法呀 我想想 我想想 你说谢思彬这万一要是个特务的话 那小雪一辈子不就毁了吗 不可能 不可能 她要是特务的话 早就把她给抓了 我还一直以为 小雪会是咱们这几个孩子中 最省心的一个 也不怪她 小雪年纪就离开家了 从小就没有父爱 我也没有太管她 你说一旦有一个人 对她好她肯定是需要的呀 别太自责 别太自责 我要去把她找回来 这你过这天还有演出呢 我会在演出前回来的 好吗 有hun 就是跟她说的 不是很可怕啊 对了 我会被她带你了 只要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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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 看来我是见不到她最后一面 不扶我母子 再见 郑主 你要走了不回来了 我也没有办法 飞机还有几个小学去起飞了 你不能走 你去国外不带着她 你这样走了是会要了她的命的 廖怀 我想跟小学办公室 对不起 我得走了 你走吧 你有多远管多远 以后不许靠近我女儿半步 我要去见我女儿 我真的就要去 我的总侣 SASB 三 don fraud 有 纽 你 OK 来 算 他走了 你别急 坐下来 我慢慢跟你说 出国 那他没给你留其他东西吗 你走了 没有 这小子连夜走 早是像逃跑似的 小雪 小雪 快 快 快 来人了 再不走就赶上火车了 知道了 书记 行了 小雪 不ãy steha 那边 行吧 妈 你怎么来了 干嘛回家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天怀啊 你明天还要上班呢 回屋睡吧 妈 你先睡吧 爸 这娘俩搞什么鬼呢 一声不吭了就走了 就是 他们压根没把这个家当家 我们在他眼里啊 算个什么 就是 大梅子 我们回屋 让她自己等吧 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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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